这 这人呢 你是说白医生呀 白医生他已经去上班了 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值班时了 上班了 你们医院真的是 这还生着病呢 他上班 你们人道主义在哪儿呢你们 笑容啊 你怎么又来了 白 心 心 刘估师把我东西拿到值班站 站住 火龙果 李 笑容 哎呀 笑容 妈做的菜 还有米饭 哎 你干嘛把他都摆出来啊 本来同事都说我闲话了 你还心里不够惨的吗 这可是妈特意咕咕 咕咕咕 哥 你度最好了嘛 胜了就气了 好不好 你说你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能好好休息休息 又没有人拿到架去 我那儿发你工作 你着什么急 没事 都好了 你看 还你 给 哎 你心真是大呀 人家要带他退了 什么爆炸呀 找火呀 人家得担心好几天后怕 你这好嘛 这你完全没事 你这万有后遗症怎么办 你不看看我跟谁长大的 我可是跟哥长大的 我身强体重 我 我谁怎么办 你不知道 咱妈为了能让你吃点好的 每天研究菜股 研究到半夜 还有我呀 我这么大个作家 我跑来专门给你当外卖小哥 我容易吗 哥 我上一次不就跟你说 我没事了吗 你说你是不是 就是想趁这个机会 多吃点老妈做的好菜 我来 开心了吗 满意了吗 特别适 爽了吗 那男的还看见来了吗 谁啊 就是那个边连边去的那个 还看见了吗 你看我说吧 这种 这种男人就是那种 就是已经结了婚 他假装自己单身 倒是出来撩妹那种人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这种人很危险的 一定要小心点 他不是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 你跟他很熟啊 作为女人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 你那也像女人了 你看你还非要用 实际行动来证明 你自己不是个女人 你角力太大了 你疼死了 你就不能看人家点好的呀 要不是他救我 我就 行了吧 救 救什么呀救 要不是因为他 你能卷进这事吗 孝荣啊 一言难尽 总之这个男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虽然我遇到这种事情吧 可是我没有受伤啊 而且还有一种 一种什么 我偏不告诉你 反正你又不信女人的直觉 不过你那天那句话 什么意思啊 他这种变来变去 不一定就是一种 防御性的自我保护 可能是一种 不可控制的不可抗力 什么意思啊 你干吗打探别人的隐私啊 是不是又想在我这儿 套素材 不是 我就在想 这样变来变去的 他会不会是多重人格呀 向荣啊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你以为这种病跟感冒一样的 谁想得就得的呀 看你啊 简直是写小说写魔障了 都分不清真假叙事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我这是作为一个 职业作家的职业操守 你跟我说 他在变身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如说头疼啊 恶心啊 想吃酸的呀 这这这这些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喂 哈喽 行 我这就过去 静心啊 哥哥要走了 您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 您要是身体 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呢 你就吃完了 把它刷干净再带回去啊 知道了 还有这包 别忘了 走了 快走吧